又出現了虐狗事件了 這個是在台北市 這個華中橋附近呢 三更半夜有人聽到了 一位太太在那邊大吼小叫的聲音 她覺得很奇怪啊 就追出去一看才發現 這位太太呢在陽台 把自己養的小狗舉起來 然後重重的摔到籠子裡面 她趕快把她錄了下來 PO上網引起了上萬名網友的踏發 深夜傳出起立的狗叫聲 富人狠心的把小狗重摔到鐵籠裡 這個疑似虐狗的案發現場 就在華中橋附近的某間公益四樓 畫面漆黑雖然有些模糊 但是還是可以隱約看到一名富人 出現在陽台一次情緒失控 一陣狂吼過後把小狗高舉過頭 接著把她重重的摔到籠子裡 小狗痛的發出起立的叫聲 這段虐狗影片PO上網 立刻引起上萬名網友連身踏發 有人要她自己試試看 被摔是什麼滋味 也有人希望趕快把富人抓起來重罰 在傳虐狗事件 動保團體也跳出來嚴厲譴責 那我也希望動保處 不要一直是以勸導 我覺得勸導已經沒有作用 那直接就罰吧 重摔小狗的行為全都錄 富人的誇張行徑 已經確實構成虐待動物 根據動保法規定 因為虐待行為造成寵物死亡 或是重大功能上司 除了最高可處新台幣 一百萬元罰還之外 還可能要吃上一年的老飯 中央新聞 夏韻成 杜亦林 台北 參謀道